国际议题来关心当地时间二十一号 伦敦市中心上演了十万人示威 群众要求加萨走廊立即停火 向立场请向以色列的苏纳克首相大声抗议 有大批的示威者是高喊解放巴勒斯坦 高举着横幅的标语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他们游行到伦敦市中心 然后在苏纳克堂宁街的官邸外集结 警方在示威活动前警告 任何支持哈马斯的人都将被逮捕 任何仇恨犯罪都不会被容忍 不过仍然有十万人参加游行 示威活动过程大致平和 暂时没有接获有人被捕的通报 哈喽我是主播王运竹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随时锁定华智新闻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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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订阅明镜